这下是29分钟 米铁达 往里走 这下传的角度确实不错 王秋名也在旁边 旁边有小谢谢军 这一球很棒 王秋名往里停得很好 唯独就是说停得稍微大了一点 如果停好的话 我相信大家看过很多的国际比赛 如果说王秋名如果停在左脚的位置 对方惨不到的位置 有可能就得分了 所以说这一样可能是基础能力问题 反正王秋名基础能力已经不错了 看这下违达的反击传给小谢 小谢别给单刀 往里切 打门这一瞬间的时候 证明他的头球要比他的脚法强多了 他脚法也差点 没有他爹卸置到薛局脚法好 所以说这是一个反击 而且是单刀的机会 就是打门的一瞬间打得太偏了 所以说他头球是很棒的 如果他选择传给王秋名 传给石岩的话 也是一个选择 你看这下 站在中线上确实没有一位 看左路的石岩40号也在奔跑 如果打门的一瞬间传给石岩左路 那么他脑袋太棒了 他太有信心了 打门也没问题 就是打得有点没有头球好 所以他打上的脚法还得练 回去还得多练 看这下 也是咱们梅达直线的打到身后 我们一直说的小霸王周通的吊舍 我们说小霸王上场以后 他的速度 他的左前卫的速度个儿不高 但他速转快 所以说他确实给各位知道 上场以后提气了 你看他往前插打了一个身后 第二点 随便出来了 乌亚科出来了 其实乌亚科出击时间错了 所以说掉门得分了 所以说小霸王周通 跑位也要跑 实际也好 吊舍也好 但有的队员就说脚跑不好 掉高的也正常 但是说跑得好 掉得好 很棒 你看就是说刚才杨老师说的 杨老师说的 我们刚进球 直指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这方一个身后球 我们看到我们后位 这球 这方恩里克达球 晃过了张卫 其实我觉得 他晃一下 晃一下 如果作为蝙蝠卫来讲 更应该注意的是右边的防守 因为我们里边都是人 都是腿 都是脚 当然我们看一眼 我们看一下曼静头 所以说他叫恩里克走走路 一下晃了一下 没完 你看 他更应该防他的右路 那左路里面有杨帆 还有宿院 全在里面都是腿 你不能叫他走外线 就是说你的右边的防守 一定要砍住这个位置 对硬卡住右手 右手那辈子 那现在手不得太近了 他在哪里办 就是脏内心 这个球线是那里面的 对 他没脏内心 那时候 说说你头 来一头 满舟 好 满舟 就是我们三分钟说了 强动 方舟不通 你跑啊 他这场跑了 三分钟他如果跑了 什么都 绝杀不能了 那个泰山 这场他跑了 进城了 今天我们应该再赢个地方 你说小万豪那场 灵士师徒 灵感也有了 看到不 上一场我记得 咱们跟鲁能 咱们跟泰山说 他不跑 这回他跑了 就得分了 对不对 上次也是 但是巴顿在打门一瞬间 他如果早跑 可能1比0 咱就赢太山了 这场就能跑了 太棒了 而且运气也非常好 两脚射门 两脚射门 我们在领先的时候 你看看也是 我们在这个时间 六十几分钟 我们进行又是三分钟 又是我们左后卫边后卫 宋舍没有回收 倒背 而且杨帆编不紧 叫这个 弹龙 粉身打门 如果说你这中卫 贴在他身前 如果说杨老师 他是弹龙 我如果站在这的话 看见人他不敢打门 对吧 你给他凑出来机会 他随便轮一角 进去进不去踩轮一角 这个一个是边面332送月 再加上这个中间的杨帆 提人不紧